我们为什么孤独 作者吴小波 每每说到孤独这个词 总会想起很多年前 在云南看到过的一个情景 那是从昆明到晚丁的路上 记不得是哪一段了 总归这一城要经过大理 丝毛 楚雄等地区 沿途都是高山峻岭 大客车要开三天三夜 一个人坐在铁皮车上 咣当咣当地无所事事 窗外的风景看多了 便也艳了 最有趣的莫过于看天上的云 从这个角度看 像一只白象 几个小时后 转到另一个山头 又看到这朵云 变像一座菩萨了 偶尔会看到对面的山腰上 有一户人家 木板的房子 屋后有两三株火红的攀枝花树 屋前几分菜地倒田 更偶尔的 会在客车经过的某个弯道上 突然冒出了一个卷座着的少年 茫茫然地支着个脖子 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此前此后 数十公里 竟无人烟 他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他在想些什么 他将要做些什么呢 以后 往往在一些很突兀的时候 我会悠然地想起 这个卷座着的少年 一丝没有由来的担忧 跟一个没有由来的人一样 如一道淡淡的阴影 时隐时现地 尾随在我旅途和往后的日子中 在三十岁之前的某一段时间 我突然喜欢上了热闹的迪厅 越是热闹 越是喜欢 站在那群染着一头黄发的 十八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间 尽管也只比他们大了七八年 我却感到青春的枝叶 正从我的身上哗哗地落下 这一刻 我会突然感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孤独 这种小小的孤独 其实是很私人的 其实与别人无关 与生活无关 与哲学的孤独和历史的孤独 都无关的 它仅仅是一种 偶尔会发作的病 在变幻的灯光 迷离的人影中 在摇鬼月的惊涛骇浪中 人如一叶孤舟 摇摇晃晃地 飘向一个离现实 如此遥远的彼岸 你甚至不能给自己 一秒钟的宁静 否则 你就会被现实 拉回到你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一刻 我才刻骨护地感受到 人为什么总是在音乐中 显得那么脆弱和易感 在这个现代的都市中 我们的孤独 只因为我们彼此离世 互怀戒心 只因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 是那么的恍惚和惶恐 摇鬼并不能拯救什么 它只是让你忘却和逃避 在乐尽人散之后 摇鬼所剩下的 便只是一堆茫茫无边的孤原 如同那个安徒生童话中的小女孩 她划完了最后一根火柴 风越来越大了 雪淹没了整个城市 但上帝还没有来 传染到我的生活中 便是超乎寻常的积月 以及短暂积月后的沮丧 我的文章偏要如骨刺一般 耿在某些人头间 让他们难受 在那个时期所写下的文字 无一不济染上了那份 偏执和淡淡的哀伤 雅典人苏格拉底说 唯有孤独的人才强大 法国人卢梭说 恶人才孤独 德国人尼采说 孤独你配吗 中国流行歌手张楚说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到了生活日渐稳定之后 我才渐渐从这样的骚动中逃离出来 这些年来 我一直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男人 每天西装革礼 出没于各种金碧辉煌的高档场所 每天与趾高气昂的大小企业家 老少政治家们高谈阔论 切磋交流 每天把时间切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面包 分发给大街上的每一个人 每天忙忙碌碌的会面出书 讲座赋宴 我知道 我其实并不热爱这样的生活 甚至竟有点厌倦 但我总是情不自禁地 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我支付出所有的青春和热情 都无非是为了博取一份世俗的肯定 而一旦得到了这一切之后 却突然地发现 要摆脱它却比攫取它更难 于是便偶尔地会非常怀念 过去那种焦躁不安的敌听时光了 然而我又隐约地知晓 青春的孤独 成年的孤独 中年乃至老年的孤独 都是一些症状不同的疾病 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们 都有着各自的孤独 你无法反身 拾毁你的过去了 你必须沉浮在现在的时光之河中 捞取另一份生活的感悟和失落 我想 现在这样的时候 或许是中国自五四以来 道德界最孤独的时代 许多年前 知识阶层以身相许的理想 如同失踪的星辰 无迹可寻 在一个实时处处 以金钱来衡量存在的价值的大商业年代 当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 当难回归线的阳光直射我们的双眼 当暖昧的都市气息 如同亚热带的清堂般 缠绕住我们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所谓的孤独 竟会显得那么的作作和矫情 就如同我此刻在电脑前 漫无边际地打下这些汉字一样 其实我的内心却不清楚 到底要向谁倾诉一些什么 我真的并不十分地知道 我们为什么孤独 此刻我正坐在大运河畔的 一栋二十九层高的写字楼里写字 暮月下的晚风 在都市的高空中飘摇而过 在并不严密的窗户上 击打出一声声微微的呼啸 窗外夜灯如蛇 蜿蜒百里 沉睡中的都市 如一头孤独的怪兽 身后是喧嚣红火的 沉睡眼前通往孤独的小道上 正大雪泥漫 的确所有的喧嚣的事物 包括喧嚣的人生都是很孤独的 无非我们 并不感知